最后的时间讲一下这件事 昨天李隆基不是哭来的 又有判刑 王清霞判了几个车? 判了两个车吧 两个车,其实只剩下两个月 其实坐一年就可以出来 很快,你日日出售 昨天呢,昨天呢 昨天呢,昨天哭完之后 晚上就去了叶子梅的生日会 生日饭焗 看到他笑了 就算不是 就算他这一幕 他爆哭之前也有笑 我真的不明白他 不停在偷笑 他躲一下才在焗 这个生日会 这个生日会 几开心 几好笑容 又古天落妈妈 不均余 那些藝人 这个是不是之前 哪个人说 叶子梅的身材没有变 表情就变得很多 那没办法 那没办法 叶子梅好说不好 听六章 我觉得他接受不了自己老 他慢慢会变成 他慢慢会变成 夏卫衣 夏卫BB 但是现在 今天就厉害了 昨天就已经见叶子梅了 今天更过分 他现在准备 7月6日开出 7月6日 7月6日 英国大选之后两天 他还要叫什么 风继续吹 铝继续吹 这个是不是玩意 其实是 你说主办单位 澳门百老汇 天星展览策画 澳门什么 银河 澳门银河 是不是就是 哪个 哪个 这个什么赌场 银河 别人就帮你设计 一个这样的logo 帮你买票 其实是不是可以说No 风继续吹就算了 你女儿继续吹 那你真是 你自己找自己来玩 其实是 哈哈哈哈 为什么这么风骚呢 是不是 那些人就说 喂你究竟 喂你究竟 喂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假的 哈 即是你一边在那裏 扮长情 扮痴心情长劫 实质上呢 你这样就叫 卖掉了黄青霞 自己有追过第二件 现在 你还要出了show 叫女儿继续吹 是什么意思呢 那同场嘉宾 就有谁 阿白线蘭 是谁来的 这个不懂 有粉哥 这些 都是那些老一代 老一辈的人 是吧 那 就 林作 林作抽水 是吧 基哥也有两年时间 可以外面VVAT 两年没有 我计过数 还有一年而已 他之前的半年已经成功了 扣了三分一刑期 你自己做律师 你没理由不知道 是吧 只剩一年而已 开宗明而追女儿 是吧 即是催他不将 基哥好波 你是我心目中的偶像 真的要拜你做徒弟 可以不承认陶杰 可以是 是吧 是吧 過大可撑他 是吧 即是这样都可以 是吧 他不介意 他真的不介意 即是 或者叫做 那些资账呢 即是这些 这些字嘲 都可以 因为有市场价值 是吧 即是 谁都说他 阿欣尼都说他 如果不是 阿黄青霞 你未必有这么风光 以前哪有那么多人认识你 即是哪有那么多人去说你 是吧 另外 这个宋智玲 昨天我想说 但今天呢 这个AM730才出的 这单新闻 但我 这个我就不是说他 怎样去说 欧善尔 我就是这张照片 怎样来的呢 其实是 是吧 这个宋智玲 喂 有几好这样的样子 他是不是真的失手 他化妆失手 还是怎样 真是很恐怖 这个样子 高清 好明显 是啊 高清 看下他说什么 他本身平时 他贴IG 就是这些样子 这个也有些走样子 其实是 他里面他说什么 不要紧 最糟糕就是说 好心的叫大王收起来 这个是造量的 那些网友 嫁给大王之后 不但不能够採羊保音 还要被大王 吸干 变成人干 是不是 他嫁给大王 是不是 大王 他是不是离了分 大王 不知道 嫁给安德 变成这样 真是很恐怖 相对之下 勾善宜 比他好很多 勾善宜 他有放盘价值 但现在宋智玲怎么办 这个样子 很恐怖 这个样子 好了 他说什么呢 就说 其实他说 看见哪个 有同事 TVB同事 现在还是同事吗 勾善宜 已经没有签约 没有在TVB 是吧 勾善宜 上德去超姑 就应该是 签古巨基老婆 是啊 不过 说实话 宋智玲都45岁 45岁 如果 你 要是 你 过40岁 很少 就像李佳琛 那样 你40岁 还要是 是吧 那 他就说 喂 看到一段 就是 艺人同事 这样说 他有个post 下面有个post 我看看有什么高见 我以为他有什么高见 他说 今早跑步的时候 无聊 见到艺人 就说自己离婚 恢复单身 第一次上交友APP 在portfolio里面 写学历 几次的经验 都说 吓走身边的男孩 所以 就有个发现 女人就不要读书 没有读那么多书 读那么多书 会吓到男人 但是 以他所看 可能这位同事 最近才学玩交友APP 就没看清楚 网上的虚拟世界 是极之虚幻的 9.5分票 0.5分实 就是说 就算你的样子 有样子 也好 有图也好 也未必有真相 都可以批出来 好像宋芝玲 你自己的样子也是 和学历 是没有正面关系的 这个只有一个讲词 如果你学历 真的会吓到别人 弱也不受弱 对吧 对 弱也免得 对于这方面来说 他有一些看法 好像说一些很大的伟论 如果是正常人 以正常的逻辑 去接触现时的虚拟世界 这样来说 无论是男还是女 一定要小心 小心 小心 之后再小心 不要再崇顺小白兔 电视的宣传片 警方也有经常 去提醒提子 提防骗子 即使这么说 如果他这么说 9.5分飘0.5分实的话 宋芝玲 你也是回去堆填他 我也觉得是 但其实他说的一半 都是废话 首先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 9.5分飘0.5分实 下面有骗子 提子 即是交友APP 全部都是骗徒 简单来说 就是这么说 交友APP 10个有9个半都是骗徒 全部停 接着之后 就说 哇 竟然有些人这么天真 这么无知 看来我要开一些 一些女性的座谈会 交流座谈会 提升自我紧贴社会 就是一句结论 1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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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个会员 9个5 9个半都是骗徒 都是叫照骗 这些都是骗徒 包括他也是 他的样子也是 他的样子也是 真实的 他的样子也是这样 但这个样子化妆 如果不化妆的话 那又怎样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样子 经验所谈 他这条眉是画出来的 如果他不画的话 我想是连眉也没有 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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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觉得 大王那些是情长清道夫 如果这样看的话 他说些是废话 其实我觉得 都不用他说了 是不是 9.5分10 0.5分票 等于你网上卖东西 一定是 会 这些会 隐恶阳善 明白吗 很多问题 你卖一辆车 又说9成新 9成新 有个穴 里面又漏油 又这样那样 又暗病 这些当然是不提的 是呀 就像蟑螂 那些不跟你说 是啊 这些 你不要说 是否认识 但是 我觉得他这样说 其实都是骗流量 坦白说 有些什么高见呢 是啊 大家都知道是假的 很多东西都是假的 但是你出来的过程里面 如果你真的想要教人学习的话 假大都有市场 都有那么多 不是交友APP 甚至乎 Moses 那些什么 快典 那些 公司 替 muitosさ 很多都是假的 那中介 婚姻中介 那些 雙方都引惡陽線 最重要是什麼 最重要是做整個生意 有買有賣 如果你想教別人 你不如教別人 去揭 剛剛認識到一個男生 你怎樣打他 這些 每個人都認識 樣子是很表面的 有樣子之後 你就要過第二關 你就要做Fact Check 自己親身做Fact Check 無論是講學歷也好 家底也好 然後就是講任何東西 背景 學歷家底性格 其實你都要透過 約會去嘗試 或者給他一些考驗 你說這些更實際 鬼不知道 多數都是假的 麻煩說一些有用的東西 宋知靈 我也可以說 你都沒有放過盤 其實很多藝人 除了他們的圈子以外 其實對外面的世界 都是非常陌生的 因為他有包袱 他知道自己是名人 有身份 所以 他們就會很 怎樣 很保護自己 很難像一般人 很難做回一般人 去玩交友APP 最實際是介紹 最實際是介紹 如果朋友介紹 朋友介紹 有得賴 如果失敗的話 我會想去吵咬我朋友 所以有時候 我就不會介紹給朋友 就算認識我也不會介紹 因為好的就不會謝謝你 好 好 多數都是這樣的 喂 大哥 有些事情 你作為成年人 你自己負責 其實 你就算歐善兒 都是一個學習過程 他一開始 你這麼大反應 是誇張 只不過我去嘲笑他 沒有見過世面 他又接受訪問 就把他的無知 暴露無為 就是這樣 好 好啦 今天的時間都差不多 要看波 什麼看波 現在已經磨了 下半場真是衰到 好難想像 好啦 明天回來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